睡眠最主要功能有下面两点 第一是恢复我们白天活动后所耗损的体能 第二是调节及重组个人的一个情绪行为以及认知记忆 一般成年人的平均睡眠时间约每日七到八个小时 睡眠障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形 长期累积下来就形成所谓的慢性失眠 它的盛行率可高达百分之二十 那也就是说有全台有四百万以上的人 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将它分作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所谓的睡眠过少 另一种是所谓的睡眠品质不佳 睡眠不足对人体健康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它可以造成下面几种反应 第一感知方面的变化 如患视视力降低以及消化功能性功能的减退 第二记忆力下降脾气变的暴躁 以及诱发心血管疾病中风糖尿病高血压的产生 那在妇女方面容易有月经失调 皮肤老化 皱纹提早的发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